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讲究方法 曾在网上看到作家巴金和刘白宇的故事 备受感动 1962年 刘白宇的儿子冰冰已是心脏病晚期 抱着一线希望 她带着全家人前往上海治疗 治疗期间 好友巴金和妻子数次探望 而每一次探望 巴金从未主动问起病病的病情 而是默默地握着刘白宇的手 对于刘白夫妇而言 儿子的病是内心深处 难以歧视的痛 任何一个人触碰都足以让他们泪流满面 巴金无疑是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从始至终 只字未提 对于巴金多次的探望与陪伴 刘白宇深表感激 而巴金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什么 我只是刚好有空陪陪你 面对人生大难 滔滔不绝的安慰 并非上乘之策 而明知不问的克制 才是最为珍贵的陪伴 一个有小养的人 是什么都不说 却把一切都做得体面 且深入人心 作家贾平凹说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是口吃 一天与有人同行时 遇见了另一位口吃的问路 那位有口吃的朋友 纯纯一直不开口说话 事后好友问起来说 人家也是口吃 我要是回答了 他会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他 故事虽短 却意义深刻 有时候轻言万语 不如不问 不问不是不关心 反而是体察到了 对方的情绪 不忍再问 生怕说错了哪个字 再次伤到对方 有消养的人 到别人的身陷困境的时候 会有共情力 懂得沉默比安慰更有力量 人生则有难处 能做到明知不问 方为智者 微博上曾有个话题 生活中哪一种人最讨厌 有一个高分的回答是 扫兴的人 所谓扫兴的人呢 有时候是人家说什么 他否定什么 有时候是大家心照不宣时 他却看破说破 网上曾流传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几个陌生人 在同张桌子吃饭饭 因为互不相识 大家都挺尴尬的 此时有人为了活跃气氛 自高奋勇地讲了几个段子 大家就配合着笑开了 但有个人忽然十分扫兴哦 都几百年前的笑话 有这么好笑吗 此话一出 刚刚才热起来的场子 一下子又冷了下来 生活中 这样的人 确实不少 总是不合时宜地 点破他人的话语 看似聪明不及 实则听讨人厌 很多时候我们看穿 一件事情不难 难得是耳之助 自己内心想要炫耀 看穿别人的念头 说话做事留有余地 看穿不言 是我们与人相处时 必须要掌握的分寸 在穆飞还没有出名之前 曾经被邀请去一档节目 担任现场司宜 那时穆飞刚刚从 新闻业转行到娱乐圈 主持娱乐节目 手法深色 经常接不上话 现场有很多人觉得 他反应太慢 跟不上节奏 一度议论纷纷 评委时尚的高凌峰 看穿了他的窘迫 但没有直言 而是打趣地说 以后我说完后啊 那麻烦孟飞补充一下 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句话呢 谎合了当时 有些尴尬的场面 也解救了 有些不知所措的孟飞 作为前辈 高凌峰没有占着 自己的资历 对他极力苛责 而是极其有分寸地 给孟飞台阶下 以至于到了今天 孟飞都还十分感激 他当时的不言破 有时候人的表达欲 难以控制 而那些懂得克制 看破不说破的人 是掌握了说话之道 也是对人有悲悯之心 看穿不言 懂得事实保持沉默 是说话做事的分寸 在道德经有言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通俗来说 就是你不和别人争 别人也没法和你争 自然就没人能争得过你 内眼善变 固然受人欢迎 而知力不增 才是大智慧 在汉武帝时期 有一位丞相 叫公孙宏 他一直备受汉武帝重用 甚至在没有任何 重大军功时 就被封侯 人生过得颇为圆满 而他如此顺风顺水的原因 就在于不争的智慧 公孙宏出身贫寒 一生都非常节俭 甚至做了丞相后 也是粗迷不一 当时有个都位 很不理解 觉得他非常做作 就跟汉武帝告不出 公孙宏已经位列三公了 拿着那么高的愤怒 还盖一床破背辫子 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汉武帝就问公孙宏 是否入都位数的那样 公孙宏只说了一句 是真的 我身为丞相 却盖着不被子 实在有损 我朝官威 多亏了极岸的忠告 才能让陛下 听到这些真话 每次异事时 意见被同僚们反驳 公孙宏也从来不会争辩 汉武帝问他 为何不争辩 使他回答说 了解我的人 自然会知道我的忠心 不了解的 才会觉得我不忠心 在同僚们多次解难中 公孙宏已退为尽 以不争取获取了 汉武帝的心中的 谦和鲲厚的美名 故而关于亨通 一路顺场 有时候不争 不是糊涂 反而是难得的通透和明智 君子而何而不同 观念不通 不必强容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花时间在争辩上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 正如不是所有的人 都活在同一个丛子 红尘多困扰 不与不同高度人 过多相后争论 才能暗香迎秀 自在人间 人生在世 知理不争 是一种百利无以后的智慧 更是我们一生的修行 梁元帝曾说 言行在于美 不在于多 这个美就在于说话的分寸感 说与不说 包含着沟通技巧 更彰显着人情练达的智慧 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不是学识渊博 也不是富家一方 而是懂得适可而知 不处人短 不接人私 不必人意 方能于世事间通透成名 余生 又我们都能认真修炼自己 又有明知不问的修养 闪握着 看穿不言的分寸 包含知力不正的智慧 语今更免知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要做到这三点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两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 很被人家讨厌的人 现在好像也没有多喜欢啦 但至少好一点 为什么以前被人家讨厌呢 在我国小五年级以前呢 我很喜欢告状 哪个小朋友喜欢跟告状的人玩啊 可是我以前就很喜欢告状 就是 我觉得他们做了老师 跟老师说的东西 相背离的事情 那我就一定要告诉老师 他做错啦 因为他跟老师说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要跟老师告状 连那个特别特别 就是很好相处的班长啊 的小姐姐嘛 他们都看我不顺言 虽然后来我们是好朋友 但是当时真的看我不顺言 后来有一天 他们后来跟我比较好的时候 提起以前的事情 就说 你太爱告状了 那个话真的点醒了我 虽然这种年纪很小 可是也不算点醒 是让我知道原来是因为告状 所以他们不太喜欢我 不愿意跟我玩 那你现在在回想以前的事情 其实 真的有些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 是真的没必要去 把它说出来 因为我们也不是他爸 也不是他妈 干嘛要叫他学好呢 他做的不好 所有的后果是由他个人承担的 可是当我们多说一句的时候 他做错事情了 人家就会把怒火烧到女身上 这不就是萤火烧身吗 就好比我 昨天在我玩的万国觉醒当中 发了很大的火 说真的 跟我们同盟的这个阵营呢 也不叫 其实应该算看穿不言 在起初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 就让我心里有个底 觉得他们不是值得合作的人 那个时候我也一直都不吭声 最多私下跟我们自己同盟的 跟我们自己的阵营聊的时候 讲一些八卦 讲一些意见 但对外呢 我一直都不吭声 但是我昨天实在是忍无可忍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讲到了一个 让我无法接受的程度 就是我们明明就非常的努力 我会觉得说 他可以批评我做的不好 可以讲我们 就是我的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的不优秀 他不可以去批评我们 整个团队的努力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只有我可以骂 别人不可以 所以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还是甩了几句话 只是 我没有说得很重 我还要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没有说得特别的难听 也没有什么攻击的预言 就是就事论事 我是一个特别就事论事的人 我不会去攻击你的人 就是我不会去人身攻击 当然因为别人对我人身攻击 所以我无法接受 我才发了火 然后就再也不跟他们联络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活着太累了 温游戏不是让自己更痛苦 更生气 而是要轻松更开心 所以这很重要 希望今天的分享 听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再见啦 我真的没有跟大家 clapping 找我 后来 almost 找我 因此 我 repeatedly Font 视频